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林秋燕回到联络处 向周志涛汇报了张子墨答应合作的事情 看到林秋燕神情轻松 汪远却认为不能轻信张子墨 林秋燕则胸有成竹地表示 张子墨合不合作很快就能见到效果了 这时 志伟回来报告 周志涛和乔本见面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周志涛于是匆匆出门去了 乔本把两人的见面地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 周同全程陪同 周志涛要求乔本能够尽快拿到些美人计划的详细线索 尤其是假钞印制基地 乔本说这是个机密 日本人内部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自己一定会见机形势 尽快查到内幕的 张副号长 您这是 成年待在屋里太闷了 前去花儿溜达溜达 这可不行 什么意思 你们是来保护我的 还是来囚禁我的 张副号长 您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们当然是来保护你的 对 那就保护我去花儿溜达溜达 可是 可是 怎么着 你们不想陪我去是吧 不敢 不敢 那就走啊 张副号长 您看 好好好 听听听 这样 你给青木先生打个电话 就说我有事找他 转告他 半个小时之后 我在花儿等他 张副号长 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我们陪你去 那我跟青木先生要说的话 就以后再说了 对 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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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回了 张副号长 以后您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我们兄弟俩 我们一定照办 你的意思是说 我 就先不跟青木先生说了是吧 是 是 是 不说了 是 那走吧 明天 他来了 你别跑啊 你去买棒冰吧 小心点 别转转啊 我们萝财 我被打扰了 我们的主央 来 再给哥哥丢一个好不好 好玩吗 方斌 谢谢 不客气 那这样 哥哥走啦 拜拜 上去吧 不客气 不客气 如意情况 请在你的办公室和公寓的窗前摆放一盆君子蓝 在你发出信号的一小时后 你我在法租界 麦尔西艾路的玫瑰咖啡厅间 另外 适当的时候 会有人直接跟你联系 暗语时 我想起来了 我在北平的铁狮子湖中见过 我本来就说 我又想起来 每天都不停 你不是 我坐在这里 就预备下人吧 你拉你 你拉我 我 你拉我 刘你 是不是又閒得沒事做了 你後腦上張眼睛了 是你自己動電太大 不可能 去做你該做的事 我來這兒找你 就是我該做的 那好 我不妨愛你 我可是來找你啊 但留在這兒 不是我該做的 報告出座緊急通報 說 有人持用假幣 在重慶及周邊地區 採購大宗軍用物資和生活用品 再加上一批商人趁機炒作 導致外面的物價飛漲 中央銀行 已經快控制不住了 驗控 驗控 還是沒控制住 是啊 但中共方面 之前不是通報給我們 他們已經摧毀了 由上海運出的假鈔碼 其他地方呢 南京 南京 通知周指頭 命令他親自帶人 前往南京 侦破先為人計劃的相關線索 到了南京之後 可以讓他 暫時通過南京站 跟我聯絡 上海特別行動隊 由鳳蝶負責 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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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 准备 你怎么来了 我怕你一个人闷的话 够了陪陪 昨天 您去院里找过我 到底怎么回事 他让我为金童做事 我答应了 您有时间跟老苏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好的 队长 出所来电 命你亲自率人前往南京 深破陷免人计划的相关签索 到达南京后 可与南京宅出所联络 伤害特别形容者 暂时又凤蝶附伏 给出所回电 我于明日 东山前往南京 是 张子梦是怎么回事 正在回复中 第二个工程 无论 您找个顾问 你尽快ools 为何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自主 能考虑 出发 你们的消息挺灵通啊 这沐寨先生吩咐的 子墨君作为东储银行的重要意愿 不能有丝毫的善事 多谢沐寨先生的照顾 我的伤呢 确实好得差不多了 再说银行有一大堆事等着我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我觉得 你还是继续留在这里治疗比较好吧 毕竟这种伤 清末君 如果你还拿我当个朋友的话 就让我回银行 好吗 你真的决定了 是的 好 那我送子墨君 我是欣然的 就知道了 跟你的病凝固 你想脱了吗 怎么那么畅端 igten 你嗯 意见形成了 丢里边 多休养些日子啊 放心吧 没什么大碍 您对工作真是尽心尽职 你以为也是吗 有了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 您先忙 有事叫我 好的 看清楚吗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吗 输了胖子喝 胖子不可能 大人小 小 你说 我告诉你 不是大也不是小 看 看 想不想出去玩玩 想啊 小姐你再不让我们出去 我们都憋坏了 对呀 憋你个头啊 说吧 姐姐 什么任务 我呀 这就带你们出去 扔两个地方 你放心 我们肯定记得住 对呀 闭嘴 这两个地方 只要其中的一个地方窗口 放了一盆君子蓝 你们就必须立刻返回这里 小报告 没问题呀 就这事 放心吧 绝对没问题 对 那都不算事 走吧 走走走 终于走了 进 刚才大和洋航来电话 说慕摘先生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您亲自过去一趟 慕摘先生还说什么了没有 没有 好 您去忙吧 我知道了 要不要我送你过去 不用了 那你活着 你活着 来 和你活着 你活着 然后回来 能够得到木寨线上的赏识 是我的荣幸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吧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直爽的性格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您说 你认为新政府发展经济的基础是什么 我认为是信用 新政府要为大众建立起信用基础 你说得没错 但是建立经济信用的前提是 你自身要有坚实的经济能力 新政府的家底薄啊 数字抹愚钝 请沐寨先生指教 中储券并不具备真正的货币基础 是 只有加大硬通货的储备 才是新政府走出经济困境的最好办法 所以我有个建议 新政府应该用中储券 在民间大量收购黄金 用中储券 向民间大量收购黄金 可是 我知道子墨军担心的是什么 你放心 为了不引起民怨 我建议收购黄金的对象 是买办资本家 以及地产界和工商界的老板 子墨军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吧 我建议收购黄金的 木贷先生 这么完美的建议 连我这个搞经济的 都自贪不如啊 子墨军给我签了 在你面前 我才是白白弄服啊 不不不 木贷先生 您真的是谦虚了 子墨军这么说的话 那我把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你去处理 所以也就放心了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吧 你的努力和才华 我们都十分信服 而且 大家也都很赞同 所以我想 把收购黄金的任务 全权交给你负责 这 感谢 墨军先生和新政府的信任 只是 此事事关重大 我怕我没有这个能力 到时候 辜负了墨军先生的期望 经济局局长赵希康 已经殉职了 而你的能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你就不要推脱了 那好 子墨恭敬不如从命 为新政府效力 本身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你放心 子墨一定会再接再厉 不辜负您的期望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过几天 我就把收购黄金的计划书 派人给你送去 如果你看过以后 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实施了 明白 一切都按慕哉先生吩咐的办 好 好 曝悲 让子墨 他真的 应该要靖验羞 won 他不想 老心 有那么迷惑 fake 虽然 好 不愿意 你 你 我 她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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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你快把金改修计划 送给你 请你转发 明天早上 收购黄金 是的 木斋一方面 给新政府施加压力 让他们大量印刷中储券 另一方面 拿这些钱向民间 大量地收购黄金 美情名曰说是 加强硬通货储备 中储券在迅速地编制 日本人这么做 无非就是幻影的方式敛财而已 是 木斋明面上说 为了不起民怨 这些钱主要是收购 买办资本价 买办资本价 说得挺冠冕堂皇的 可到最后 吃亏的肯定是咱们中国人 是 如果这些黄金 真正地进入中央银行 我想对稳定经济是有作用的 可是 我担心日本人 一定还有其他的阴谋 私吞 或者拿这些钱购买物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更不能得到仇 木斋这个老小子 这一定是他早就设计好的 他自己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办 所以 一定要找个替罪羊 而这个黑锅 就由你来背 是啊 让我们去欺压自己的同胞 木斋也太狠了 那你准备怎么去跟林邱彦解释 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你做的 恐怕连杀了你的心都有 我知道 事已至此 想要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 我若不配合他们 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所以我只能配合他们 顺水推舟 见机行事了 想办法揭开日本人的阴谋 至于林邱彦 以后找机会 慢慢跟他解释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 只能够出一下 天主 不准备 没有下细备 事实上 没下细备 看看 好了 你去忙吧 我有事叫你 是 这是刚才布斋先生派人送来的 收购黄金的计划书 他们急着要你签字 您高抬贵手法 你别敬酒不是吃罚酒 我给 我给 好 号外号外 经济局副局长张子墨提议 为加强硬通货储备 大量收购民间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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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局副局长张子墨提出的 真是 新冠上了一三八五年 就是说 你看现在什么房间 百姓才过得很强 怎么样 属实吗 属实 收购黄金的事 的确在张子墨的主持下 进行的 这小子可真够可以的啊 前面答应替我们办事 后边紧接着就替日本人 收购黄金 这就是十足的小人啊 邱嫣 我看未必吧 身在下定论 还为时过早吧 结论就摆在眼前啊 早也好玩也好 事实就在那儿 在这里质论这些 有必要吗 爸 我没有必要 那怎么行动 你说 没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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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查清楚的 你会做什么 我不管 此判ym 子墨俊 请坐 属下来迟了 让牧寨县长久等吧 来晚了 可要自罚三倍哟 好 属下接受惩罚 别急 我还没有把话说完 此次黄金收购事宜 得以顺利进行 多亏了子墨君 这三杯酒 就是我代表新政府 和大日本帝国 对子墨君的感谢 慕宅先生 您真是太客气了 为新政府效力 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能得到高层的支持与肯定 是我的荣幸 子墨君又过签了 好 秦墨君也来了 子墨君也来了 秦墨君 子墨君不是外人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刚接到来报 天远商行的孙老板 聚焦黄金不予配合 给我们的收购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不管是谁 只要是和新政府不合作 就是对我大日本帝国的蔑视 就要让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那您的意思是 不过 这些事情 也不要失了我帝国的风度 把道理给他讲清楚 我相信他会配合我们的 耐心一点 事情总会解决的 至于怎么做 不过就不需要我教你了吧 书下明白了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明天我会亲自跟他谈 记住 一定要友好客气 我看他吗 记得 我看他吗 记得 慢用 来 穆宅先生行事作风 触别不惊 您的身世风度 怎么真是见识了 国奖啊 贵国才是礼仪之邦啊 我大日本帝国 还需要向贵国 学习很多东西呢 穆宅先生 您太谦虚了 我敬您 好 干杯 这是孙来福商铺 和烟馆的交易记录 您看一下 孙来福在上海 一共有三家商铺 私底下有两处烟馆 资产丰厚 比较富裕 他老家在苏州 带着老婆 到上海打拼已经十年了 现在育有一女 这个人交集很广 在商场上很吃得开 但是性格固执 据说他有个弟弟 在东北被日本人杀了 所以他对日本人 有一定的仇视 表面看上去风光奢华 实际上他食材如命 是个标准的守菜奴 那他详细的住宅地址 那他详细的住宅地址 这事我们都有吧 都有 这个孙来福是不是在经济上 有什么问题 一点小问题 没事 你去忙吧 是 老爷 老爷 您休息一下 喝点茶 我刚气得碧螺春 这 我去看看 你这又是什么地方人呢 今儿个还真是没完没了 站住 你在这儿等着啊 我去给你拿吃的 谁让我们家老爷信善呢 你等等等等 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啊 交给你们家孙老爷 你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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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我建议您 还是赶快离开上海 我万分感谢您的好意 可我总不能 把我经营多年的家业 都扔在上海吧 那不便宜了汪政府和日本人 再说了 汪政府总不能强迫我吧 我是担心日本人 一能冒险前来相劝 无论不听 那就太不实相了 我感谢重庆政府 也感谢小姐您 我今晚就做安排 待明日处理妥当 我便携家人即刻离开上海 您保重 切记越早越好 请您放心 告辞 请留步 您还是抓紧安排吧 阿贵啊 动手林小姐 好嘞 林小姐 这边请 您慢走啊 谢谢 好好好 老爷 人我送走了 夫人和小姐回来了吗 还没有 去 找找他们 让他们赶快回来 是 是 馄饨来嘞 客官 慢用 老板 来一把 好嘞 忙着就好 谢谢 来一下珍惜的新款 来 新款就好啊 来 这不知道 知道了 爸爸在家等我吧 走吧 快点 珍惜 小雪 小雪 吓死我了 让妈妈看看 没事吧 妈妈 我没事 那就好 小姐 谢谢 谢谢你 孩子没事就好 谢谢姐姐 不用谢 小雪 快带她回家吧 夫人 小姐 老雪 叫你们赶紧回家 刚才多亏了这位小姐 救了小雪呢 谢谢 不客气 那我们走了 好 等一下 以后走在路上要当心 不可以离开妈妈 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把眼睛闭上 先别看 等我走了你才许看 好 那我赶紧走了 爸爸在家等了 走了啊 再见 谢谢啊 谢谢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我们走了 小姐 你的魂团好了 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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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 夫人跟小姐回来了 你就放心吧 好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心里边 总觉得有点乱 也是 我也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 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呀 对了 还是赶紧收拾东西吧 老板 钱放这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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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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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看看夫人的孩子 好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什么废话 带走 不是 干什么你们 带走 你们是什么人 走 孙老板吧 请教授皇家 你们私创民宅是违法的 你聚焦黄金就是公然跟新政府作对 我今天来就是执法的 如果你现在改变处理的话 还来得及 否则 夫人 你们不能伤害我的家人和孩子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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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保姨在这儿 箱子锁着吧 找到了 保姨在这儿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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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이즈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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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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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站住 我 站住 在那裡 你怎么回事 你这个时候马上出手是很危险的 把钱给我 我都说了 你现在出手是很危险的 是你不好向日本主的交差吗 听我的 跟我走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我需要解释 你这样下去就是送死 我今天没心情杀你 滚 我们一起走 你就不怕我突然换心情 你必须跟我一起走 放心吧 我现在下学已经晚了 不过我劝你 不要再跟我演戏了 秋月 我希望你能信任我 能不能信任你是我的事 我说了今天 准确地说是此刻 我没有心情杀了 不过两分钟之后就不是此刻了 那你牵手吧 那你牵手吧 之前走还有分别吗 当然 你到底是什么 什么时候都是中国人 心眼都不错 不过以后 我不再是你的观众了 就请我拍照 就要听我的宣伙 都不错 你必须要听你的宣伙 就要不错 你不会是我的宣伙 就要我治愿了 我安静 你不会是我们的宣伙 你不会是在哪儿 能反显 我马上有hell 不会是不错 你不会是你不会是你 是吗 你不会是你不会是你 你不会是你不会是你 干吗呀 那不要动 谁是报社的负责人 是我 怎么办 有什么事吗 把写这篇文章的编辑给我交出来 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写 写这篇文章的编辑叫张 张 张卫国 他写完这篇文章 人就不见了 你说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 走 走 张卫国队 持人这篇文章 习客 张卫国队 十二 这不让他再拿 这不让他再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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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没有 报告 没有 报告 没有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给我进去搜 都搜变了 连人也都没有 小子 跑得还挺快 给我全程通缉 看他往哪儿跑 怎么回事儿 昨天孙来复全家遇害的事儿 被报社里给编辑曝光了 说是日本人所为 现在日本人正在全程通缉 写这篇文章的人 说他造谣 挑拨新政府跟日本人的关系 对了 对了 一会儿啊 你到汇丰银行李行长那儿 帮我去取那个资料吧 我还要去李渔弄 处理点事儿呢 把我放在前部口的就好了 知道了 去哪儿以 spl LOVE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看看 觉得我们的 你好个 Mol心 有人跟蹤吗 没有 只是特意把周通支开了 遇到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孙岚福被杀 除了我跟邱彦看见以外 还有一个报仇的编辑 张伟国也看见了 今天她把这件事情 发表到报纸上 引起了很大哄动 日本人正在想办法抓她 这报不如火 日本人这些丑恶的嘴脸 早晚都得被揭露 希望我们做什么吗 她和她的全家人都找不到了 日本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太好了 你多留意店里来往客人 如果有人议论起这件事 有什么线索立刻通知我 不能让他们被日本人找到 否则太危险了 我留意的 包子 老板 六个包子 装三个就行了 装三个就行了 好吃 也咸哪 老板 钱 装起来 给您搁这儿了啊 快点 生日不脆啊 来了 谢谢老板啊 走了 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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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啊 老大 咱先 咱先走吧 快点 走 走吧 我们是被通缉的 不是 我这个人倒挺厉害的 敢公开和日本人就对 这个人走 这要搁以前 我赶紧想尽办法 找找这个人 然后到平补房 领赏钱去 对吧 想什么呢 领个屁啊 领 这种钱你也敢赚 我看你这段时间 跟这邱雁姐他们是白混了 你知道什么叫爱国吗 我这不说以前吗 现在不会了 知道就好了 走吧 不行不行 别长眼呢 老大 要不要坐他 你有病啊 揍什么揍 你生怕现在别人认不出我们来 老大说得对啊 快走吧 还揍人家 走 对 那个人 你说牵斗不牵斗 我没说 这不就牵斗 是啊 那以前肯定都对啊 对啊 但现在行吗 是 现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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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谁啊 老大 你认识啊 这人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 我应该在那儿见过 我想想 笨蛋 高市长 高 走走走 高市长 对对对 高市 行了 别看了 赶紧回去 有没有看错 千真万确 现在我们要想办法在日本找到他之前 把他转移 离开上岸 交给我一个人办就行 人太多了容易暴露目标 不行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我和你一起去 好吧 你们是谁 张卫国先生 你不用害怕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们都知道您冒着生命危险发表文章 披露了日本人丑陋的罪行 我们都十分敬佩您 我们会送您离开 去哪里 我的家人都在上海 我哪也不去 先生您放心 您的家人 我们已经安排到了安全的地方 就等您和我们一起离开上岸 如果您相信我们的话 就赶紧跟我们走吧 时间不多了 还请您尽快做决定 来 找房子找房子 先生 先生 买份多几万 不用了 我这里有个纸条 要交给你 来 把包子给你 谢谢 谢谢 来 要想找张美国 速来还货鹿莲莲花巷口五十六号 是 不 你 给他帮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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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比其他人更了解你 更知道你的弱点在哪儿 你们两个又不是敌人 是爱人啊 现在在他眼里啊 我就是他的敌人 他是不会信任我的 他比较多的 他还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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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也没见到 恐怕上海要出了 我看他下方的 现在 他们的签子 比较强的武器 比较强的 比较强 二度就立起来 必须让他去认识 我们也太厉害了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 就把人给放走了 我这是越来越佩服你们了 来 喝茶 说起来这件事情 还是你的功劳最大 要不是你发现他 他可能早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张子墨那边什么情况 他一个人来的 那就好 是 阿沟君 手里有全的黄金 请注意 请个人集合 不愿意 去吧 一本也会失去 是 我算了 我只是在设的 我设定是在这一段短时间的 一块钱 我设定是什么 我设定了 我设定是在英商商店 我设定是在英商商店 我设定是在中央銀行 我设定是在中央銀行 说明是好地进行的 想法 就出现了 变成第二个步骤 进行移动 青木 是 准备一人 用紧的金钱 用紧商店 把方向返回的时间和道路 教你 把组合的时间 把手组成小 我不太明白我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怎么做 你做的事 你能做的事 你明白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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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